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福利 注意啊 我今天说的是加拿大政府提供福利 其中呢并不包括你在工作之后所买保险的那些福利 我们把加拿大政府的福利呢 基本上分为两块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一个叫现金福利 第一个也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叫Canada Child Benefit 也就是牛奶金 它是根据家庭的收入和小孩的人数所决定的 收入越高 当然这个牛奶金它就会越低 随着小孩人数的增多呢 牛奶金也会略有降低 一到六岁的话最多呢是580加元每个月每一个小孩 而且呢这些收入呢都是免税的 六岁之后呢最多呢是480加元 大概每一个人每个月 这是所有的小孩都有的 第二个它叫EI Sickness Benefit 就工作保险的一个病假补助金 首先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前提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工作满600个小时 我们按照正常人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的话 大概也就是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不到一点 那你这个可以拿多少钱呢 他每周可以获得原来工资的55% 最高呢可以获得573加币 每一周的补助 是每一周啊 每一周573加币 然后一共呢可以最多可以持续15周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生病啊 你需要你需要调理啊 或者之类的话 最多你可以拿这个钱573加币 每一周可以最多拿15周 接下来一个呢 第三个叫Maternity Benefit and Parental Benefit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产假 以及一个育儿假 就是女方呢 我们每周呢都可以获得原来工资的 55%也是这样 最高呢也是573加币补助的产假 但是573加币是每一周啊 一共呢是可以持续15周 产假与病假呢 你还可以连起来一起使用 就是说你在小孩出生之前 15周就可以开始先修那个病假 可以用第二个那个病假的补助金 然后之后呢 每个家庭还可以获得40周 连续40周 每周也是最高573加币补助的一个育儿假 然后这个育儿假 而且可以平均分配给男方或者是女方 就比如说比如说女方坐月子 他两三个月他就恢复了 然后他可以恢复 他可以去上班 男生可以在家里待小带小孩 他也可以享受这40周的一个 那个育儿假 但是就是说一共是40周 反正就是两个人可以可以评分 每周是573加币的补助 第四个是Employment Insurance Family Caregiver Benefit 工作保险之家庭照顾福利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他的前提条件是你也需要必须工作满600个小时 如果你需要照顾受伤或者是病重的未成年人 比如说你的小孩万一得了一个什么病啊 然后他短时间之内是无法恢复的 需要你照顾的话 然后最高的上限呢 是也是573加币 每一周 这个补助呢 是一共持续呢 是35周 你还可以照顾受伤或者是病重的成年人 比如说父母亲啊 配偶啊 每周最高可以获得 也是可以获得原来工资55% 一样573加币是一个上限 然后每一周 然后这个补助呢 会持续呢 一共15周 并且呢 还可以照顾一个临终之人 就比如说医院开出一个证明说啊 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然后如果你必须要去照顾他 也同样也可以获得最高573加币每周的补助 他呢 是可以持续最高可以到26周 好 第五个呢 是每一个季度 每个家庭也会有最高 大概200加元的一个消费税的退税 同样退税的金额是根据你的收入 如果收入越高 金额越低 这个消费税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因为你平常都是一直在买东西嘛 在消费嘛 你买东西买消费的 在消费的时候都要付一个 政府的联邦政府的一个消费税 当然在这儿是5%了 然后在其他省可能就12% 13% 然后这个消费税 如果你作为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的话 也是不应该支付的 所以政府就按照你低收入的一个程度 大约给你 就按照他来计算你的一个消费程度 大约给你退的一个税金 第六个叫做Climate Action Incentive 它叫环保行动奖励金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碳税的一个退税 最高呢 每一个家庭大概可以得到300刀左右 每年 然后第七个呢 是Canada Workers Benefit 工人的一个福利金 如果你是19岁以上 并且有配偶 或者有子女 或者子女 根据收入高低呢 你可以决定给你的一个补助金额 每个家庭呢 最高可以获得每年的一次性补助 2335加元 第八个福利 低收入家庭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呢 可以全部退还 然后第九个 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疫情来了 只要去年收入达到5000加元 今年呢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失去了工作 或者需要照顾疫情病人而无法工作的人 每个月呢 都可以领取2000加币的补助 今年呢 高中毕业生 还有大学毕业生 以及在校的大学生呢 也可以收到1250加元的补助 如果是残疾人 或者是家里又需要照顾的小孩的话 则该补助可以增加至每月2000加元 好 这些是加拿大的一些现金的一个福利 然后我们再说说一些非现金的福利 第一 它可以为新移民 新移民是指出次登陆 五年之内的 可以提供免费的一个语言培训 英语 法语 以及免费的职业培训课程 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国内如果你要去读个英语 法语需要多少钱 动不动就是上万的 对吧 那些什么英服啊 什么华尔街英语啊 这里是全免费的 还可以连续的上五年课 而且还是全外教 接下来就是幼儿园的学前班 日拖班 以及超过一定金额的一个医药费 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然后第三个呢 是到高三为止的 它一共有12年的义务质教育 低收入家庭如果需要使用校车的话 校车费也是可以全免的 据我所知校车费大概每年可能要 四十二四百加币左右吧 接下来一个非现金的福利是 医疗全免费 当然除了牙医眼医之外 处方药也是不包括的 但是呢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他的处方药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住院的话 那你所有的药费 以及餐费全都是免费的 低收入家庭 你的公车 公车票的月票 可以低至五加元 每一个月每一个人 当然这是在阿尔波塔 其他省可能会不太一样 低收入家庭 如果你去公立健身房办健身卡的话 一家三口每月大概也就是二十加元左右 以上福利呢 有很大一部分呢 甚至连工签学签的一个人士也是可以享受的 加拿大呢 就是最适合小资油产阶级来移民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是一贫如洗的话 你来加拿大肯定要拼命工作 那如果你工资很高 你交的税也很厉害 而且你有很多低收入的福利呢 待遇呢 你都享受不到 但如果你有车有房 成天就浇油烧烤 打猎 钓鱼 风花雪月 饮酒做乐 虽然你的收入会很低 但所有的个人所得税呢 会全部退还给你 而且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呢 你一个不落全部都可以享受到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